A01 第三章 国字地图上下左右 第一个问题 请在站牌上写上编号 共有九个 这跟第二页是一样的 我们把编号写上去 写好编号 现场有老师的 请来给老师检查 网络教学的 请继续下一题 苹果在五号站牌的哪一边 好 我们先找出苹果 在五号 五号站牌在这里 那是在他的哪一边 这一边 这一边叫什么边 好 不会写字的 描一下 同样的 现场教学的 请拿给老师批改 网络教学的 请继续下一题 桌球在八号站牌的 什么面 好 我们把桌球找到 然后这个是八号站牌 好 八号站牌在这里哦 所以桌球是在八号站牌的哪边 上面还是下面桌球在八号站牌的 好 下面的题目 也是举一反三 把它完成 好 这题目都很简单哦 那低年级的是比较难懂 但是不要慌 答案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 那你就想一下 应该是哪个 到时候就可以 算出来说 想出来说 是上下还是左右 不要急哦 只有二选一而已 想一下 我们这一页就介绍到这里